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立威记目前暂定5G 如果大家觉得有恩典的话 我们继续查稿下去 立威记第1章1节到2节 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 立威记第1章1节到2节 我们找到一起来读 预备期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 对他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说 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 要从牛群羊群中 阿们 我再读一遍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 对他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 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 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 为共舞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天父我们恳求你恩待 怜悯 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你口中不断发出的话 我们是按照你形成样式所造的 求主时常用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属买来的 就求你用你的话来兼顾 记着你的灵恩待你自己的百姓 使我们不断地在觉悟 认识你话语的过程当中领受恩典 并且让我们靠着这恩典去照着你的话 过你所学的生活 我们盼望透过这样的查考 让我们晓得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存在 你是何等样的上帝 我们该如何在你面前过一个真正蒙恩的生活 求主亲自赐下亮光光照带领引导我们 借着真理 坚固 释放我们脱离各样的束缚和捆绑 愿主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与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我们今天开始查考立位记中的五记 立位记往往是圣经当中最难理解的书卷之一 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 读完创世纪还挺有意思 出埃及记读到二十章的时候 也很有意思 二十章往后就开始建造会幕 各样的祭司礼仪等等 可能就开始烦躁了 读到立位记的时候就彻底绝望了 一般能出了埃及去读立位记的人 就已经很了不起的人了 立位记为什么这么难理解呢 其中第一个他的这个里面 虽然他也是叙述一些什么祭物如何献祭 祭司如何整等等 但是他因为他设计的内容和场景 跟我们今天太有距离感 所以读的时候到底这个牛羊为什么要那么操作 为什么要这么做 立位包括那些什么礼服 高游捷径跟我们之间的实际经验的距离太遥远了 所以读着就觉得没有意思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立位记里面其中蕴藏着很多宝贵的教训 许多 然而这些宝贵的教训就这样被我们给忽视了 今天我们将步入这个神秘的森林 让我们一同去探究其中的宝藏和秘密 虽然我们不是整卷的查考 如果大家觉得有恩典的话 我们会考虑整卷的查考 但盼望从武记来看 福音和礼拜的生活 那关于立位记他的作者呢 其实对我们信耶稣的人 单纯的基督徒来说 毋容质疑 他是摩西所写的 但是因为圣经学者之间讨论的时候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 从立位记文本中 耶和华呼叫摩西 耶和华小域摩西 这样的内在的证据 其实也可以获得立位记是摩西是作者 同时我们看到我们律法 最高权威的诠释者 耶稣基督 他自己的多次讲论当中 特别是他复活之后 对门徒本着旧约圣经 什么诗篇摩西的律法等等 摩西的律法就指五经 来讲论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以证明他承认摩西是立位记的作者 不但如此 使徒们也遵着基督的教导 在讲的时候 也是谈到了摩西是旧约五经 特别是立位记的作者 那旧约先知书等等 都承认摩西是律法书的作者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讨论 我们就接受圣经内证 摩西是立位记的作者 那这个书名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用的书名 叫做立位记 我们拿的是和和本圣经 和和本圣经翻译之前 是英文和希腊 希腊版本的这个 其实是一本旧约圣经 然后再加上我们看到最古老的 就是希伯来原文圣经 那希伯来原文圣经里面的书名 按照犹太人 希伯来人的习惯 是以这一卷书开头的第一个单词做书名 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文里面是 什么意思呢 是end的意思 或者是接续这个连续词end 然后上帝呼叫 上帝呼召 那和本圣经是 在这里面说 耶和华在会幕面前呼叫他 那总之呢 这个原习伯来文的这个书的名字叫 上帝又呼叫 或者呼召摩西 那后来呢 我们看到 其实是一本 就是把旧约的 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 渐渐的犹太人分散的各地嘛 然后他们就翻译了这个七十十一本 七十十一本没有遵循希伯来文的 希伯来圣经的这种命名方式 他们是根据内容主题 因为这里面多数是谈了这个立位人的侍奉 祭司的法则 献祭等等的一些内容 所以他们把它命名为Leoticon 就是谈到关于立位人的事 那拉丁文旧约圣经是遵循这个 其实是一本的翻译 五家大 就是将它翻译成 也是关于立位人的这样的书籍 中文合合本就是延续了这个传统 所以立位纪是谈到了 从内容上讲是谈到了 祭司的侍奉的法则献祭 礼仪等等 那么要想理解立位纪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试经的方法 就是要发掘立位纪整个的背景 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出于什么样的大前提下 为着什么样的目的去赐下这本书 我们如果了解了这样的信息的话 我们可能就更加体会到立位纪的重要性 或者也能明白理解立位纪真正的意图 所要教导的目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五经当中 《创世纪》是第一卷 主题是起源 不光是人类的起源 万物的起源 包括罪的起源 什么恩约的起源等等 包括以色列的这个应许的先祖的起源等等 这个民族的起源 包括了很多 各个列邦的起源 巴别塔事件等等 讲了很多起源的主题 就像一章一节所说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 万有的起源 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 但是《创世纪》记载了这样的起源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 给出埃及后的 在旷野当中的 在西南山下的 刚蒙救恩的新的民族 新的百姓 不再是奴隶 而是作为自由的 以色列百姓 这些新的百姓 如何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新的生活 给他们确立他们的身份 他们是谁 确立与神的关系 为什么要拜耶和华 为什么要侍奉他 确立他们存在的形态 价值意义和目的 以至于给他们存在的根基 和生活的意义目的 确立一个扎实的基础 其中就提到了《创世纪》 没有《创世纪》 他们就不知道万物怎么起源 来的 没有《创世纪》的话 他们就不晓得 我们为什么要侍奉 正位耶和华 耶和华是亚伯兰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原来是我们祖先所认识的 上帝在列祖当中 呼召了我们祖先 所以我们有这个 侍奉神的合理性 理所当然的必要性 我们今天不是侍奉一个 突然新兴的神 过去都列祖不知道的 突然出来一位神 要我们侍奉 没有历史性 没有这种合法性 我们所侍奉的 就是我们列祖所认识 所侍奉的那位 所以强调这种恩约的信实 上帝纪念他与亚伯拉罕 以色列的约 所以打发摩西去 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创世纪就提供了一个礼拜 侍奉上帝的一个扎实的基础 只有神是独一的神 那个创造天地的神 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 那位实行审判 拯救引导 拣选的那位 就独一的耶和华 埃及的神 不是我们应该侍奉的 巴比伦 而不是这个 古代近东周边的那些 异教的神 也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神 能够超越耶和华 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侍奉的 确立了这个扎实的基础 他们个人的这个身份的确立 民族身份的确立 他们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都有创世纪所定的 所以然后呢 我们看到出埃及记 旧属性的主题 那这里面出埃及记里面 我们都知道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 在雅各时期 因为遭遇饥荒 借着约瑟先到了埃及 他们就到埃及 在神的应许下躲避饥荒 结果他们一住 就住了四百多年 甚至他们自己可能都觉得 自己是本地人了 然后结果呢 上帝就兴起一个 不认识约瑟的王 然后就为难他们 逼迫他们 要灭他们 既要榨干他们的劳动力 又不让他们威胁 自己民族的安全 所以就欺压他们 先灭掉他们的男婴 然后再增加他们的劳苦 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开始 在患难当中 先纪念神了 求问神 其实他们纪念神 是因为神先纪念他们 借着这样的环境 护理提醒他们 让他们去呼求神 不然他们 不然的话 他们永远在那种 象征着世界的 这样的安逸的 幸福开心的 比小康还更小康的 幸福人生当中 就忘记了自己是谁 为什么活在这里 为什么在这里活 忘记了自己的本乡 神所应许之地 所以上帝兴起的苦难 背后都有用心良苦的 这个负性的慈爱 所以他们呼求神 神就把他们带领他们 然后因为神纪念 所以提醒他们 纪念这个月 把他们带出来 所以出埃及记 重点是救赎 救赎的目的 不管是脱离 消极的释放 他们脱离埃及 离开那个地方 离开那个奴仆的身份 让他们得以自由 重要的自由 是进入到释奉礼拜 出埃及记里面 重复出现多次 一句话 一个主题就是 容我的百姓去 好 叫他们侍奉我 换句话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让他们献祭给我 容我的百姓去 好让他们在 我所指示的地方 守戒等等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发现 出埃及记 重点不是释放 重点是礼拜 带领我们脱离自由 积极地进入到释奉 那这个释奉呢 不是跟创世纪的主题 是冲突的 新的命题 新的主题 新的意义 不是 其实创世纪里面 在伊甸园里面 上帝已经在伊甸园里面 在造人的时候 赋予了亚当 作为祭祀 作为君王的这样的职份 作为祭祀 他要代表万物 去释奉神 礼拜神 他时常去与神亲近 领受启示 去礼拜神 同时呢 他又作为王 代表神 治理这地 修理看守 所以那个时候 亚当所代表的 他所有的后裔 正常的人类 都应该是侍奉神 作为神的仆人 代理 替神在地上去 治理这地的 这样的一个君尊的 祭祀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但是悲剧是 因为亚当 背离了这个真正的王 上帝 然后陷入到堕落 他和他所有的后裔 都陷入罪里面了 所以在这样的基调下 人们偏离了上帝创造的目的 人们偏离开了那个 与生相交的那个亲密和幸福 人的悲惨命运 都是因着亚当 人离开上帝 那一瞬间而来的 所有的痛苦 生老病死 释迦搞不懂的主题 上帝就告诉我们 人这种存在 从哪里来 为什么有生老病死 在圣经里非常透彻的 向我们解释了 最根本的问题 是人和上帝的关系 断绝了 罪的缘故 所以根本的问题 要解决罪 人如果要重新 享受那个生命的祝福 真正明白自己是谁 活得真正有价值意义的话 离开上帝是不可能的 所以必须要回到上帝面前 以上帝为参照 从创造里面 明白自己的出身 自己的背景 自己是谁 自己的身份 自己要怎么去生活 结果后来 亚当堕落以后 各种约的展开 找到了亚伯拉罕 在列祖当中 先透过亚伯拉罕 与他和他的后裔立约 然后先向他们 显明这个计划 结果这个事情发展 到一定程度 就是到了出埃及记 所以出埃及记 是救赎 而且换句话说 是恢复 把那个从今堕落 为奴隶的百姓 重新得以自由 重新原来是 侍奉法老 受苦 受折磨 痛苦 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意义 在哪里的这样的可怜的 困苦的百姓 得自由 得脱离之后 让他恢复 不再侍奉自己 不再侍奉世界 不再侍奉法老 不再受苦 而是享受与上帝 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神的选民 与上帝和好 并且亲近 敬拜 侍奉上帝的这样的百姓 消极的说是救赎 积极的说是恢复 恢复原先 上帝创造我们 赋予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旨意和计划 与上帝和好 所以 出埃及祭的主题是这样 把他们带出来 出埃及结束的时候 就是在西乃山上立约 在那停了大概一年之久 立约 教导他们什么祭司的制度 祭司的侍奉法则 造会墓的方式 献祭 节期等等 捷径礼仪等等 结束的时候 帐篷直达好了 神的荣耀降临下来了 降临在那里 摩西就站在会墓门口 没有办法进入会墓的里面 造成会墓 完成会墓的建造 和他们离开西乃山 出发往上帝应许之地前行 之间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学者们认为 这是立位纪领受的时间 而且立位纪 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 前面说到摩西如何说 建造会墓 按着神的线 线会墓了 神的荣耀建立了 他没有办法进去 然后 上帝在会墓门口 对着那个站在会墓门口的摩西 讲话 呼召他 连贯性的 连贯性 叙事是连贯的 主题是延续的 会墓已经建的好了 制度已经形成了 你们要在荣我的百姓去 侍奉我 所有上帝指示的侍奉法 方法和这个场所 制度 人员都设置好了 那具体怎么献祭呢 这就是立位纪的主题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立位纪里面提到了 简单的说两个字 就是侍奉 换句话 礼拜 容我的百姓去 救赎的目的是侍奉 是礼拜 我们以色列百姓的存在的 身份的本质就是 作为神的百姓要 礼拜神 侍奉神 所以他是跟其他列邦 侍奉偶像 不认识 造物主上帝的那样的民族 是完全不同的 异教徒是拜偶像 是为了贿赂偶像 从偶像获得自己 有意的东西 但是 但是 因为华上帝却呼召我们 去侍奉 敬拜这位神 享受更深层 和更全面的祝福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和立位纪师 具体告诉我们 侍奉 如何礼拜 如何侍奉 十一章四四节到四十五节 说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也要圣洁 站在会目面前 上帝对摩西说 对于那些 礼拜的人 应该这样 所以实际上是教导礼拜 圣洁的神 圣洁的祭祀 圣洁的子民 在圣地上 还有圣洁的救主 如何去 侍奉之为圣洁的神呢 那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说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子民 提到了祭司的国度 这个国家的身份 本质是侍奉上帝 代表万民 侍奉上帝的一个 中宝性的一个国家 模范 亚巴拉罕之约 接着以色列民族 特别是基督 那一个后约 福音要临到万榜 所以他们不是独自 享有这个约的祝福 而是透过他们 侍奉列祖 所以他们先在神的面前 去侍奉 这样的祭司 这样的一个族类国度 然后为圣洁的子民 属上帝的 侍奉上帝的 跟其他列祖分别出来的 这两个主题 是出埃及记里面 上帝与以色列人 立的约的 重新强调的 然而就这个主题 在列维记里面 也有很好的体现 一章到十六章 其实主要讲 祭司的国度 先祭怎么献 圣旨怎么赋予 穿什么袍子 怎么去守洁等等 祭司的法则 实际上就是谈 一章到十六章 祭司的国度的内容 然后十七章到二十七章 就继续具体的谈到 圣洁生活 比起会幕里面 在生活当中 如何去生活的 捷径啊 什么等等等等 各样的 所以立威记 实际上 跟出埃及记的主题是 恢复了之后 进而进入 更进一步进入到 事奉当中 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 其实也在新约里面 是把这些内容 都和我们教会 联系到一起 因为耶稣基督来 是新出埃及事件 他是超越摩西 真正把我们 从罪恶过犯中 释放出来的 那位真正的弥赛亚 新出埃及 所以他是约级的高扬等等 他也有 当时法老追杀摩西 新约里面有 希律追杀耶稣 对不对 故意把出埃及记事件 和基督事件 对照起来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新的出埃及 所以在这里面提到 我们作为祭司的国度 我们要侍奉上帝 然而这位上帝 是怎么样的上帝 我们应该怎么去侍奉呢 就前面所提到的 列威记十一章里面提到的 四十四节都是 四十五节 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也要圣洁 刚才我们读了一章 一节里面说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 那个荣耀充满的 降临在会幕当中 照着神的心意 去试建造起的会幕 神的居所 立民的场所 神与他们同在的 这个在地上的一个 看得见的一个空间 上帝亲自悦纳他们 因为是照着神 吩咐着做的嘛 然后约纳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 神的荣耀充满了力量 然后从会幕当中 与摩西说话 这会幕 就是相会的地方 相会的这个英文是 the tent of place 是吧 the place of tent a meeting of the place of meeting 就是相遇的地方 或者the tent of meeting 相遇的帐篷 相遇的场所 上帝在列国当中 拣选这个民族 又建立这样的会幕 要在那里与他们相会 伊甸园那个模式 恢复与神的相会 在会幕当中 向摩西呼叫对他说 你们你小于以色列人 关于礼拜的事情 上帝教导 上帝指示 上帝吩咐 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 献贡物就是献祭 侍奉敬拜的 那个具体的环境 那这里面中文何何本 是说若 原文是当有人 若的话就不太准确 当有人 这个当呢 当有人是某种自愿的 如果当有人来礼拜的时候 礼拜是我们的本分 上帝救我们脱离埃及为农之地 就是要我们礼拜 前面已经讲了 君尊的祭祀 圣洁的国度 这个民族已经确定了 这个侍奉上帝的这个特质 以色列百姓离开 礼拜神的话 这个民族就是 跟其他异教徒的国家 没什么区别 他们唯一卓越的 就是侍奉神 礼拜神 使他们独特 与其他民族分别的 唯一的卓越的特质 就是侍奉神 他们有特权 亲近这位真神 他们有特权 去侍奉这位真神 所以 侍奉神的 是他们的本质 也是他们的价值 也是他们的意义 也是他们的目的 也是他们的真正幸福的源头 然后 当有人的时候 里面也暗示了 这种侍奉是自由的 蒙了救赎已经自由了 不是站在那个岸边就茫然了 从海里捞出来了 从地狱的坑里爬出来了 捞出来了 站在坑边就茫然了 以后的生活怎么过呀 进了宰门吗 进了宰门就茫然了 这个得救乐 那一瞬间 从罪恶死亡的坑里 出死入生了 那怎么活呢 茫然了 不是这样 得自由乃是为了 侍奉去敬拜 这是上帝救赎的目的 所以愿意 甘心乐意 去侍奉神的时候 当有人愿意侍奉神的时候 献祭的时候 献贡物给神的时候 然后神就开始吩咐 贡物 祭物是什么 献什么祭 怎么献 什么时候献 祭司怎么去操作 人怎么办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 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 两个核心的主咒 一句话的话 敬拜是我们的特权 我们的义务 我们存在的真正的价值和 幸福真正的源头 离开这个 我们就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 亚当已经做过了示范 离开神就是死 就是黑暗 就是咒诅 所以恢复与神的和好 使徒约翰说到 你们接受我的信 就是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与子相交 与父与子相交 好使你们与父与子相交 与父与子相交 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与神相交 交通 亲近 和好的关系 这个就是生命嘛 生命的本质 所以礼拜本身是我们的生命 礼拜本身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我们活着真正幸福的本质 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 说句难听的话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人 我们也不知道人活着 为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作为我们基督徒 我们可能 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 才发现我们礼拜神 是何等大的特权 旧约那个处境里面 大家都是罪人 谁能够随便来朝见神呢 异教徒献祭 是为了贿赂神明 去赚得他们期待的 所谓的福 金事的 但是耶和华神 谁能够贸然的来到他的面前 上帝主动 请进我们 上帝主动拯救我们 上帝主动向我们显示 他是什么样的神 上帝也亲自教导我们 如何才能够救进他 而救进他 就是我们真正找到了 安身立命的支圣所 那里面有我们的救赎 有我们的生命 我是谁 我才清楚 我为什么活着 该怎么活着 所以在这里面看 当有人献上的时候 这是自由 这是特权 已经获得救赎的人的特权 礼拜神是神的百姓的特权 那些劳苦丹 重担的人来到会幕当中 将自己的罪恶 重担 愁苦 在神的面前相交 礼拜的时候 得以解决 以至于开开心心地 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这就是这些 这些在堕落之后的大背景下的人 可以透过礼拜 暂时享受 与神相交的 天国的那种幸福 那种喜乐的源头 然而就是这样的自由 特权 借着上帝拯救的 给我们换来的 亲近神的特权 它也有规范性 所以一方面是自由 特权 若有人 或者愿 当我们来礼拜的时候 这是自由 这是特权 但是另一方面 应该这样 这叫规范 礼拜神 我们不同于其他异教徒 其他异教徒都是 因为那个偶像 有嘴不能说 有眼不能看 所以你献上什么 他也不会提前告诉 我喜欢 今天想吃猪蹄 明天想吃炸鸡 后天想吃 所以你来的时候 照着我喜欢的带来 其他异教徒神明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有嘴不能说 然后你献上 他不喜欢 他也没办法说 说你 也没办法打你 有手不能动 有腿也不能追着你 所以所有礼拜的精神 都在乎献祭人 我觉得这样可以贿赂他 我觉得这样可以讨他喜欢 所以我就献上牛 献上羊 献上什么蔬菜 水果 贡品 然后贿赂他 讨他喜欢 然后说服他 让他祝福给我 我们所信的神 完全不一样 上帝要赐福 但是人是有罪的 罪人怎么能亲近神 上帝解决方法 解决罪的问题 让人邀请来 亲近他 然后亲近他的方式 礼拜的方式 上帝告诉他 侍奉我不能随心所义 要这样这样这样 虽然你是甘心乐意 自由的侍奉 但是不能随己意而行 规范性和自由性 这是基督教 敬拜真神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里面提到了 我是圣洁的神 因此你们也要圣洁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要想亲近神的时候 他们亲近的乃是圣洁的神 那么什么叫做圣洁呢 我们从神的圣洁 和人的这个圣洁 包括礼仪的圣洁 来考虑三个方面 就理解了 为什么上帝要要求他们 这样这样这样做 礼拜是自由的 甘心的 正常蒙恩得救 从埃及拯救出来的 当然是感恩了 或自由嘛 当然要表达礼拜神了 但是礼拜要按照神要求的礼拜 为什么 神是圣洁 那上帝的圣洁 圣经里面提到 神的圣洁有几方面意义 第一个 谈到神的圣洁的时候 希伯来文里面的概念里面的圣洁 第一个意圣洁 比起道德性的纯洁 高尚 首先是分别 区分 隔离开来 分别为圣 我们中文是分别为圣 会目造的时候也是 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帽子隔着 分开 至圣所是最高级的圣地 然后圣所 至圣所是大祭司 在赎罪日所一年 在赎罪日才能进去 圣所是在平时的节期 然后祭司可以在那里坐 外院 立位人 伺候一些祭物等等 他的圣洁的级别越来越不同 都有明确的分界线 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帽子 然后圣所和外院之间 也有尾子帽子 然后外院和其他的会幕 以色列百姓周边 这个会幕 是围绕着 这个帐篷围绕着会幕搭建的 那个我们看 出埃及记那个道等等 每次扎营的时候 东边西边北边南边等等 如何排 最外围的中间的 无锡的儿子 然后在中间等等 这样的排列 那会幕呢 最外层是那个尾子 像我们说这个墙也好 用直的布等等 区分开 一般的百姓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然后再有一层级别是 以色列人居住的这个营 整个围绕着 以色列人居住的这个地方 帐篷之大的范围之外 那个是完全是不洁的地方 一个人如果犯了什么罪 严重到一定程度 要把他赶出营外 让他独居一周等等 洁净了以后才能邀请他 把他带回这个 以色列居住的营 所以以色列的营 和外在又有区分 这个概念的圣洁 那上帝的圣洁 上帝与他所有被造物 是有迥然的区分 绝对的区分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上帝是全然圣洁的 但是他又临格在我们中间 与我们亲近 这是第一层面 分离隔绝 法利塞人 原本的意思是分离的人 圣民嘛 圣洁的是追求圣洁 严格遵守律法的 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远离 这样不可以什么 用俗手吃饭等等 虽然后来形式主义等等 原初是追求圣洁的一帮人 认真信仰的一帮人 后来变成伪善的骄傲 什么等等 甚至出卖了耶稣 拒绝耶稣等等 这种悲惨的事情 但原初是好的 就是分离 希伯来世的那种分离 与世俗与罪恶分离 归属神 分别出来属于神 这样的概念 这是第一层概念 第二个 神的圣洁就是道德性的 上帝是至高的善 至高至圣的神 祂是道德上最完美 最纯洁的那位神 所以唯有祂是善的 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的 特别是堕落以后 没有人是善的 唯有神一味是善的 至于耶稣对那个少年财主 问他良善的夫子的时候 如何做才能得有生的时候 耶稣对他回应 除了神以外 没有良善的 基于上帝是圣洁的 道德的圣洁和 他是绝对区别的 这样的话 人如果要亲近他的时候 要求的圣洁是 人必须分别为圣 不是按照世俗的 而是按照神要求的 上帝用血 羔羊的血买除了 把他们从埃及分离出来 归给神 所以他们是在列祖当中 神所呼召出来的 特特归我 也会还为自己的子民 从亚伯拉恩开始 已经分离了 亚伯拉恩原本就跟普通人一个 其他众多的异教徒当中一个 当神的呼召的时候 呼召临到他的时候 就把他和列邦 其他的所有其他人类 分离开来 以色列百姓 是亚伯拉后裔 也同样被分离出来 属神的子民 所以称为选民 圣民 不是因为他们道德的问题 因为他们分别出来 归给神 所以这样分别出来了 进一步 神要求他们道德上的存全 所以前面讲到了这种 君尊的祭祀 后面是圣洁的国民 前面是我们的身份 因为我们已经蒙昭 分别归给神了 因此我们要与神 恢复这种相交 持续相交的过程 我们应该如何维持这种圣洁 去亲近他 同时在生活当中 过一个与神相交相称的 蒙昭灯相称的圣洁生活 这就是福音嘛 对不对 这就是福音 这也是耶稣基督来 所做的工作 所以你明白了立位纪 实际上你就更能体会 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是什么 希伯来书已经将 立位纪里面的很多东西 祭物祭司 祭祭等等 和基督的事工串联起来 这就是新旧约里面 上帝救赎人 让这些疲倦的 劳苦丹中丹的罪人 去亲近神 在神的面前 享受与神相交 这种特权 这种祝福的 上帝提供的方法和手段 讲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在立位纪的时候 心情可能就不一样了 视角就不一样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提到 很多的暗示都将立位纪 保罗也是什么赎罪纪 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纪 挽回纪 然后 希伯来书里面 彼得也是等等 靠着基督献上各样属灵的纪 希伯来书作者里面也提到 这个颂赞的纪 这个都和武器有关的 所以新约里面 整个都是在介绍 耶稣基督 祂是如何成就了武器里面 所指向的那个意义 耶稣基督成全了那法 所以武器就像迅蒙的师父一样 武器就像启蒙的教材一样 对于初级阶段的以色列百姓 上帝用这种可视的方式 主日学教材的方式 去透过这种形式 去指向某个属灵的实质 实体 每一个祭物都有不同侧重点 每一个祭物都和基督 这个完美的救赎性的献祭 它又是祭祀又是祭物 它的牺牲献祭 都有不同层面的意义 联系起来 所以旧约里面是象征 是图画式的 当我们看见这个 并不是要教导我们迷信那些礼仪 而是透过这些仪式 去仰望那个里面 所指的那个意义和实体 凡凭着信心去照着神所 吩咐地去这样行的时候 虽然是活在旧约 但是他们却遥望基督的应许 基督里面将要成就的 那个福音的果效 就会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旧约的百姓 不是凭着牛羊生畜的血 罪得赦免 乃是遥望牛羊生畜的血 背后所指向的那个 真正的弥赛亚的血 所以虽然在新约里面 这种形式已经被废弃了 为什么 基督已经来了 不必要再找大祭司 不必要再跑到耶路撒冷 跑到圣殿 去了也没有用 祭司也不在了 圣殿也毁了 祭坛也没了 你要在那里搞献祭的话 还变成拜偶像 已经基督成全了 那些形式就不具有意义了 本尊已经到了 那过去的什么画像 照片就没有意义了 等候咱们结婚了也好 未结婚也好 介绍对象 以前介绍对象 现在是网络自由恋爱 介绍对象时候 有了个照片 看了这么漂亮 这么帅 盼望着见真人 结婚那天 已经见了面 已经要结婚了 还守着画像和照片的话 那不傻瓜吗 对不对 已经本尊来了 照片先丢一点 看真人多好 对不对 过去是需要这种照片 需要这种仪式 透过它 让我们这种软弱人的领悟能力 透过这种形式 去遥望 去理解 去信靠那个 看不见的将来的应许 基督已经来了 那个形式 虽然那个形式里面 指向那个实意 基督已经来了 基督已经做成了 所以那个形式被废了 实意已经在基督里成全了 所以旧约的百姓和新约的百姓 实际上是靠同一个应许 同一个恩典 得救 同样都是靠着基督的救赎 所以当我们读旧约 立位记的时候 我们要理解当时那个处境 立位记赐下的背景 目的意义的话 我们内心当中将充满感恩 能够理解 作为我们新出埃及籍的 属灵的亚伯兰后裔 以色列百姓 今天我们透过旧约的 这个献祭的这个制度 可以知道 曾经上帝定下的 那个属灵的礼拜的原理 今天仍然是同样的原理 没有变 但是今天透过的是 更超越的祭司 耶稣基督 透过更完美的祭物 耶稣基督 来到神的面前 如何去礼拜呢 五纪里面蕴含的 那个福音的意义和特权 我们就知道 今天基督徒 该如何在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 向神献上圣洁的礼拜 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根基 今天教会的特殊的地位和特权 也是教会的生命和祝福 你和我 为什么礼拜天的时候 不去逛公园 逛商场 去约朋友 在这里坐着 这就是礼拜最根本的原因 这是我们最大的特权和祝福 谁如果跟我夺这个特权 我要跟他挤眼 这就是为什么要坚持礼拜的原因 因为这是我作为人 从创造到救赎 我人最大的特权 去亲近神 礼拜神最大的特权 结果任何夺去耽误我这个特权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和偷窃 为什么 这个时间本来是我享受最高 与上帝亲近的时间 结果有人去占用这个时间 他是剥夺我 比我偷我钱 偷我名誉 更要命的事情 因为他夺去我与生命的主之间 生命的交通 这就明白历史上 为什么教会特别强调礼拜的原因 所以礼拜是我们的特权 礼拜是我们祝福 我们在这个类似于荒漠的世界当中去生活 走路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会透支 会疲倦 会饥渴 而我们却亲近神 来到神的面前领受新的祝福 去瞻仰神 从神的话 称颂神 礼拜神 祷告神当中 重新得利 这是我们享受最大的特权 结果这个特权 我们怎么可能随便 让任何低级的价值和关系 事物去占用和夺去呢 这就是基督徒的智慧 上帝教导我们的 不是律法式的 你不来 不来就咒诅你 比起那个 你不来本身就是一种咒诅 为什么 就像你饿得要死 你不吃饭一样 那本身有什么事情 还比你更惨的 最饿的时候 在沙漠里 需要的是水和粮食 给你一千斤的黄金 一千公斤的 给你有什么用 也解不了 饥和渴的问题 现在人最大的需要 是饥渴的问题 不是杜甫的饥渴 属灵的饥渴 所以盼望 每一次礼拜的时候 经历这样的 与神的相会 看见神的荣耀 去尊荣神 然后从神那里 获得新的恩典 这样的话 我们人生活的 虽然在沙漠当中 遇到毒蝎子 毒蛇 甚至野兽 或者显 迷路的危险 但是有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可以持续获得 智慧力量去面对 虽然苦 但是充满了 以马内力的祝福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直到将来 见主面的时候 所有的仇敌和障碍 内在的腐败性 也被清除之后 在荣耀里面 享受这个完全的 真正的安息和余生 那种更深层的 完美的香蕉 那我们有的人就说 那个天国什么都不干吗 到底干什么 会不会 没意思呀 天天礼拜多没意思 天天礼拜 才有那种 在地上甚至体会不到的 那种喜乐和满足 不会疲倦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透过立位记 理解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教会的本质 去理解我们生命的本源 特权 以及活在地上的意义 这个地上可能充满了 愁苦 失恋 但是我们却有 可以安歇的避难所 那就是礼拜的时间和场所 我们与神相会 从他的里面 得到问题的解决 然后也归荣耀给他 重新得利 更好地去过一个 前面是圣祭司的国度 后面才有圣洁子民的生活 没有成功的礼拜 圣洁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打起精神 时刻警醒 不要让任何事物 蒙蔽了我们精神上 鼠灵的眼睛 以至于我们看错 或者迷失方向 重新恢复 与神相交的特权 不仅是主日 平时你在生活当中 随时心里愁苦的时候 心里就转向神 去亲近神 那个制圣所 不是在教堂里 当然主日 公礼拜之神定的 私下里面 你随时转向神 随时神 以马内利 上帝就与 信心依靠神的人的心灵里面 同在 我们什么时候转向神 神就 我们就已经进入到制圣所 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 去叹息 去交托 所以盼望我们 这个平安的主 让主的平安时刻 在我们心里面保持着 以至于我们靠着这个恩典 能够胜过世界上的一切 愿神祝福大家 所以盼望我们也期待着 透过立威记 能够看见福音是什么 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的特权是什么 我们该如何 在祂的面前去礼拜祂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 明白了上帝救赎的计划 明白了 礼拜与身相交的特权 并且享受在其中的 所有的儿女 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